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华语歌坛有这样一位歌手 他的歌声传唱了近三十年 他的歌声苍苍而忧郁 恰如一杯陈年佳酿 他祖籍山东荣城 生于韩国 红于台湾 凭借一首再回首 红遍半遍天 他就是江玉恒 回味经典 追忆青春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 过往的记忆将再次浮现 中国文艺回味经典系列节目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和您一起寻找青春 1958年11月15日 江玉恒出生于韩国首都附近的 一个贫寒家庭 由于出生韩威 江玉恒没有机会 参加专业的音乐培训 他最开始接触音乐 是给到他家吃饭的客人唱歌 以扮演一种卖唱的角色 为自己摇摇欲坠的家庭 增添一点点经济收入 九岁时的江玉恒 在韩国参加了一个歌唱比赛 得了最佳人气奖 高一时 江玉恒因病休学 哥哥用自己积攒多年的零用钱 为他买了一把吉他 作为一个礼物 送给江玉恒 休学的一年中 这把吉他成为江玉恒 唯一的陪伴 我高中一年级 我休学 我腿生病 休学一年呢 我哥哥就帮我买了把吉他 我哪都不能去 我打石膏 腿打石膏 打了八个月 所以动弹不得 那一次我哥哥帮我买了把吉他 很烧包啊 我这一年当中 原来不会弹吉他 一年之后返校之后 我变成是全校里面弹曲的弹曲最好 是多少碍劣 而多少眼泪 才能够站在这里 失败的痛苦 成功的鼓劣 成功的鼓劣 是他的心酸 是他的心酸 签约约光美公司第一年 便发行了有着鲜明个人特色的孤独之旅专辑 斯文的眼睛造型 加上他独特的唱腔 令他一炮而哄 或封忧郁王子的称号 成为进入台湾的第一波寒流 1984年 著名音乐人张晓燕 在台北开演唱会 请了六位歌手登台 当中便有江玉衡 当主持人叫到江玉衡的名字 台下响起超过其他歌手的欢呼声时 他才恍然大悟 意识到自己已经红了 当江玉衡所有的付出 在这一刻得到回报的时候 他反而显得异常镇定 他缓缓地从凳子上站起来 默默地走向舞台 面带自信和微笑 仿佛正在发生的一切都是必然 给我一个安静的角落 离开所有烟光的探索 寂寞是无为的结果 经过多年刻意的漂泊 远对无数陌生的面孔 向着回宿找不到理由 为什么 经过多年以后 所有的过于做 无法解脱 为什么 经过多年以后 可是你不成如此冷漠 明不是无意冷漠 也不是要让自己孤独 只是心里花在想谁孤独 我只想要简单地拥有 一片小小真实的远光 不要再有 不要再有飘离失落 为什么 为什么 经过多年以后 所有的爱人 不能难过 为什么 经过多年以后 温暖的伤口 请不吝点赞 江玉恒 中文字幕志愿 内心总是非常舒服 但又夹杂着淡淡的忧伤 江玉恒出道30年 发行了25张专辑 成就了再回首 梅花三弄等等 一批快智人口的经典歌曲 3年 中文字幕志愿 万世真情为何物 持久人生死相续 爱人见多少故事 没消灰 没法三弄 万世真情为何物 持久人生死相续 爱人见多少故事 才想我 没法三弄 才是 迎着等归途 才会收 紧紧密布 今夜不会再有 难舍你依旧梦 曾经与你有的梦 今后要像谁所说 才会收 被你远走 才会收 泪眼朦朦 留下你的祝福 还也温暖我 不管明天要面对 多少伤动和迷惑 曾经在悠悠暗暗 反反复复中追问 才知道平平淡淡 匆匆融融才是真 再会收 泪眼淡淡 再会收 泪眼淡淡 再会收 我喜旧 只有那无尽的长路 伴着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再会收 泪眼淡淡淡 再会收 泪眼淡淡 再会收 泪眼淡淡 再会收 泪眼淡淡淡 再会收 泪眼淡淡淡 再会收 泪眼淡淡淡 畜眼淡淡淡 夫妇中追问 才知道平平淡淡 匆匆融融才是真 郑允孟成了有钱人 他做起和房地产有关的生意 这对于他是完全陌生的领域 江玉恒在印尼投资时 遇到亚洲金融风暴以后 由于汇率的变化 在那种情况下 不管江玉恒赚多少钱 都丝毫不起作用 最后累计负债 竟拿上亿新台币 然而江玉恒却对这所有的一切 都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 我说亚江玉恒这么多钱 就付着东流了 那老乡我这内心 全都倒了 其实也挺担心你经受不住的 还好我觉得你好 你说的很好 你从一个大房子里 搬到一个小房子里 房间变小了 但你们三口之下的感情 更融下了 这个其实真的是挺美丽的一件事 可能是 我觉得关键是我的关键 因为本来就什么都没有 开始的 那再来一次又何妨呢 那还好我年轻 如果这样的事情 如果是六十来岁 七十来岁 可能每个人都经不住打击 但是我还好 我觉得还好 所以透过了某些经验 跟一些累积出来的感受 我现在我觉得有一句话 是我最受用的一句话 原文是英文 叫Every happiness for good 任何发生的事情都是好 江玉衡认为 江玉衡认为 本来就什么都没有 那再来一次 又有什么不可能呢 透过这次经历 江玉衡领悟了一个道理 人生有很多启示 这种启示 没有亲身经历的话 没有办法领悟其中的道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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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